大家好,我是郭水,我现在在美国,纽约,我的后面是中央公园,你们可以看看这里,所以我们现在在一个医院的对面,那个是一个医院,那个医院叫Mount Sinai,他们现在有很多秉立人,纽约有很多很多秉立人,我给你们说,现在全美国一共有十六万五千秉立, 纽约,纽约有快到七万秉立,所以在这里真的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我给你们看,我现在就给你们看,在街上,街上有人,但是大部分人没有戴口罩,所以实际上是我们的CDC还没有说美国人一定是要戴口罩, 有人说,有一些新闻说,他们今天,有一些新闻说,我们的美国的CDC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可以自己做口罩,在家里可以自己做,有人说有可能他们告诉大家用衣服做口罩, 但是他们还没有给这个建议,所以从医院到现在,还是一直说,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不需要戴口罩,这病例或者是医生, 但是,所以很多人在街上不戴口罩,我给你们看,那我给你们说,这个医院叫Mount Sinai,那他们在纽约是一个很大的医院, 他们的病例多,刚刚有一个南京医院,他们和这个南京医院合作,那个南京医院送很多口罩到纽约,所以我真的要学一学这个医院, 我可以给你们看看,这是中央公园,因为那个Mount Sinai医院,这个我的后面的医院,他们的病床不够,他们没有空子, 所以他们在公园,和一个住者合作,做差不多,这是一个外面的医院,那边有很多病例,可能明天或后天开始有很多病例, 这是比较当中的病例,不是清正病例回家,就是还是中正病例去这儿, 他们有六十八床,那我跟你们说,这是一个住者,不是医院走的,是一个住者走的, 那,我给你们看,这是一个住者走的,那这个住者主要是比较冲的国家,帮他们做饮料, 但是,因为现在在纽约,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医生,我们的医疗不够, 所以他们来帮我们,他们都是外地人,我给你们看,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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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央公园,我觉得我们,我们不可以进去, 他们,他们差不多走,对,所以我可以给你们看,现在在纽约,很多媒体也要拍这个, 你们看我的后面也有很多媒体,可是因为现在在美国,大家都在家里, 好多,好多人在家里,我们可以,我们,我们去哪边, 对,他们用比较,他们用比较大的, 他们用比较大的,我们用手机,但是, 但是,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比他们多, 还是,还是不戴口罩,你们看,但是还不是戴口罩,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他讲西班语, 不是英语,所以我,我,我,我听不懂,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为什么CD,CD,CD现在说, 大家需要戴口罩,他们应该已经说, 或者,如果口罩不够, 这个人干嘛, 那个人干嘛, 他在,他在杀我吗, 我怕他在,他在杀我, 哦,我,我,神奇, 你可以看,对,现在纽约,好多人在街上, 就是,走一走, 没有戴口罩,我给你们看, 哦,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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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了, 那我们,我们可以进去,呃,我们进去重阳公园, 好吧 而那边没有什么 所以这个 比如以前大家都在这里玩一玩 就是我们经常春天夏天在这里 可能我们开一个picnic 我们在这里吃午饭 但是现在变成一个医院 但是我觉得六十八 我觉得六十八冰床有点不够 是昨天 我们有一个医疗床来纽约 那个医疗床是有一天冰床 那那个不是给新冠病毒的人 那个是给没有新冠病毒的人 那个是帮医院 可是因为除了新冠病毒 我们有其他的人还是要去医院 但是我们的医院真的不够 很多媒体在那里 那里有警察 那我们去看 我们看警察 我们可以去看警察 那我现在有点生气的问题就是我们 我们有一两个月可以准备 可以准备这个 但是还没准备好 比如是这样是我们现在美国大的事情 除了口罩不够 还有还有呼气剂不够 我们的医生都是我们的医生要用一个呼气剂给两个人 所以现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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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款真的很严重 现在差不多所有的医生都说口罩不够和呼气剂不够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什么时候结束 因为好多人还是去外面不戴口罩 我们去我们去外面 我们去外面 我们去外面 那现在我们喜欢夏天,这个病毒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政府那个法治医生,我觉得他是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的医生,他说,可能秋天的时候,这个病毒回来。 所以这个让我有点不开心,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什么时候结束。 因为我要,我们现在我们的政府说我们从今天到此月30号,不可以和别人,因为我们需要在差不多在家里隔离。 就去外面不可以,不可以很多。 但是以后我不知道他们想要我们做什么,他们没有准备。 因为他们有可能一直改变,比如一天他们说可能四月十号我们,我们可以出门,我们可以回去工作了。 但是变成四月三十号,但是我,我现在怕是四月三十号,可能他们还要更晚。 可能五月三十号。 所以现在真的大的问题,除了他们长什么时候,不知道在家里隔离,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 意料不够。 哦,那我,我有很多方式问我们的,比如你去医院的费用是多少钱。 那,这个我们政府还没有接着这个问题,可是因为在美国去医院经常很贵。 那如果有保险,可能很便宜。 但是实际上,在美国我们的保险是从工作来的。 所以你的公司给你有一些衣料保险。 但是现在大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工作。 所以如果你没有工作,你没有保险。 那,这个真的很大很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如果你去医院的,你没有保险,可能医院要你付七万美元。 这个,这个不是,这个有时候很正常。 嗯,那七万美元真的很贵,很贵,很贵。 那,有可能以后政府说没有,没有这么多,或者有可能政府给钱。 但是他们还,还没有,准备这个。 所以,我还是觉得,应该很多人怕,要去坚持,去,去,去看医生。 因为太贵。 所以,我觉得,最近就是很多东西,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准备好。 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我,我以前拍一个视频,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 我们,我们真的没有准备好。 所以,这里,这里是那个,中央公园的,六十八冰窗。 一个住车,走的医院。 那,你觉得后面那个是这个医院。 所以,那后面看起来像比较老的。 有点,有点像老的。 那个是,那个是,那个是,那个是整医院。 所以,因为里面的冰窗不够。 所以,因为里面的冰窗不够。 嗯,他们没有,没有空。 所以,所以需要去外面,需要去这个公园。 但是,有可能以后,这个还是不够。 所以,他们需要放多一点冰窗。 嗯,可是我,可是现在,现在我们的政府说这个。 他们,他们觉得如果美国只有二十万人死,那这个是好的事情。 嗯,我,我有点,我有点不明白这个话。 他们觉得二十万人死,是好的事情。 可是他们,他们觉得最不好,有可能有一百万人会死。 所以,他们喜欢只有二十万人会死。 但是,我,我有点不懂为什么他们,第一,我有点不懂为什么他们说这句话。 第二,我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更好的准备。 所以,我没有这么多人死。 我觉得,那个,我要美国人的要求来更高。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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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大家都要在,大家,去外面戴口罩,大家不经常去外面。 嗯,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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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更多口罩。 还有,我们也,我们也不要去医院的费用这么贵。 因为,如果去医院的费用这么贵,那,有可能很多人,在家里他们怕去医院。 所以,有可能他们更,呃,他们,有可能他们是轻症病人,变成一个很中症病人。 因为,他们不愿意去医院。 因为,第一,有可能太贵。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没办法去。 因为,没有病床。 啊,这真的很严重。 我觉得是,每天,每天改变更严重的。 你讲一下,现在医院的费用什么。 那,对,现在,比如,现在,呃,医院,医院的医疗都,都不够。 比如,比如,呃,呼提机,呃,我有,我有很多医生朋友,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呼提机真的不够,真的不够。 他们现在开始做,呃,用一个呼提机给两个病人。 他们以前,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个。 他们怕,可能有一些人会死。 有一些人会死。 但是,呃,没办法。 因为我们的呼提机不够。 所以,所以为了让,没有这么多人死。 他们把一个,一个呼提机。 这个转着给一个病例人,呼提。 给两个人,或者有可能他们说可以给四个人。 啊,所以如果,如果你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呼提机。 所以,请给我们一个解释。 你可以看,还是,我觉得很奇怪,他们在医院,但是他们没有戴口罩。 你真的已经要戴口罩。 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因为我们的CDC说不需要戴,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口罩。 但是我真的很,我真的有点生气,可是我们真的有两个月准备口罩。 我们有两个月可以准备很多口罩。 所以我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准备,但是我们,我们浪费哪个时间? 为什么浪费很多时间? 就为什么浪费这个时间? 因为,因为我们,比如,所以因为我们的政府,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专家说这个可能很,很,很,很严重,很严重。 但是我们的政府人,比如川普,比如我们的总统,或者我们的副总统,说,啊,这个可能跟流干一样的。 或者他说,啊,这个,这个情况马上结束了。 他说,从,比如,他可能几个星期前,从,我马上有另病人。 从15病病例到另病例。 这是几个星期前。 那这个话是错了。 因为现在我们,今天,今天我们有,我们夸,可能今天有18万人,18万病例。 所以为什么没有准备? 因为我们在政府里,有两个话。 一个话是,这个很严重,很,因为我们需要准备。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啊,没事,没有很严重。 所以我们没有准备。 所以,浪费时间。 哦,在,在哪里捡体温。 所以比如你,你去外面,你去,你去地铁,没有人吃你的,你的体温。 你,你可能,可能你进去医院,没有人,没有人捡你体温。 还有没有,没有口罩给,给病例。 所以我们现在答的问题之后是,我们有很多医院,他们,呃,我们有很多医生,已经,已经,已经病了。 然后现在在纽约市,摆放着是,我们的警察,已经病了。 可能我们要,我们要去那边。 我们就是回去那边。 所以,越来越,越来越,越,越,越多,比较,重要的人,会病,因为,因为他们没有口罩。 或者他们和,他们,you know,现在我们的政府说,你需要,你需要离旁边的,旁边的人,比较远一点。 2米。你可以看,你工作的时候,你可以看看,很多人还是不做这个。 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其实是这样。 对,他们走得不好,他们就是,一直在,一直在旁边。 但是比如说,我去餐厅,我去,我去,呃,快餐。 每个人在,在其他人,远离,比较,可能你是要和其他人站着那个2米。 但是,他们不做。 你可以讲一下,别的州现在不喜欢的人。 现在,现在好多纽约市人,要跑去,呃,另外一个州,呃,另外一个城市。 比如说,很多人去,呃,迈迷,佛罗尔德。 呃,如果要去这里,现在没有,没有很多人要愿意坐飞机。 因为,大家都觉得有一点不安全。 但是,很多人开车,那送纽约到那边开车是20个小时。 就是一直开。 所以,如果你要熟悉,可能是两天,肯定是最少是两天。 但是,有些人真的是一直开20个小时。 但是,到了哪个州,在,他们,他们没有上很多纽约人去哪个州。 所以,警察,警察去看哪一个,哪一个汽车是纽约人。 And,如果你是纽约人,他们要,他们才知道,你去哪儿,你可以,你可以进去哪个州。 但是,你一定需要去,你一定需要在,呃,家里或者在酒店隔离14天。 如果你,你没有做这个,他们给你很大很大的发款。 And then,还有,还有纽约,纽约的旁边的州。 也,也说,也,也开始说,他们,他们不要我们来。 那CDC,我们美国政府的CDC,说,说,呃,他们,他们建议,呃,纽约人,不去另外一个地方。 因为,他们,他们,他们觉得,他们觉得,啊。 那之前,川普要封城,不知道是纽约。 对,呃,之前川普想一想,是不是要封城纽约。 但是,可能如果他做这个,很多很多人会骂他,所以,所以他不做。 Actually,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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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说,现在已经差不多没有用。 因为,可能,可能,可能,现在差不多全美国都有这个病毒。 所以,如果,呃,封城纽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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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用。 那,每,每天,怎么说? Ambulance sound? 嗯,警报声。 哦,警报声。 我跟你说,现在,现在晚上的警报声比一天多很多了。 Actually, actually,白天,白天没有很多,但是晚上很多。 就是一直有,一直有,一直有。 And, and,地铁街上人比以前少了很多。 我们要去医院门口。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回去那个,呃,医院,医院门口。 我们可以看看,有可能他们外面告诉我们有一些病毒间疑, 我们可以看看在哪里可以坚持。 那,那我给大家说是,现在在纽约市,如果你要坚持,你不可以去医院坚持。 如果你有点病,你也不可以进去医院说,我要坚持。 他们现在就,就给中症病例人坚持。 所以,如果你有可能你呼气一点点不好, 那还是,还没,那个可能不够,不好。 大家还是在,我给你看,大家还是在外面运动。 Actually,他们说,他们说我们还,还可以去外面运动。 所以,很多人,很多人去屏东。 在街上吓了很多人。 对,街上吓了很多人。 在街上吓了很多人。 在美国现在,很多人,很多人唱很多东西,很多很多东西。 比如,厕所者,还是很多人唱这个。 我一直,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唱厕所者。 因为我们的厕所者够了。 但是,真的大部分人没有戴口罩。 可能,可能,可能以后,大家,大家在街上戴口罩。 但是,因为没有口罩,可能他们自己,自己做口罩。 用衣服做的。 所以,我很好奇,那个衣服做的口罩好不好用。 在CDC会教大家。 CDC在他们的网站有可能会教大家怎么做口罩。 他们还没说。 还没有说。 这个是很大的事情。 你需要马上说。 不要浪费这么多时间。 就是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那你上到,大家都死了。 有两个带口罩。 我们看,对。 对吧,前面有两个人戴口罩。 但是,可能他们在医院工作。 他们看下来上医院工作,你觉得呢? 对。 对吧,前面有两个人戴口罩。 哦,对。 他是这个住着的人。 哦,那个人很有名。 对不对。 他有,他可能是那个Billy Griffin。 我不知道。 那我们去医院看看他们有什么。 他们有可能有那个,或者说,如果你是清症病例,你不可以坚持。 有可能有这个。 我们看一下医院的门口有什么。 对。 这里还是有很多媒体,你们可以看。 对。 那有一个人戴口罩。 哇。 这质疑还是有人? 可能是简身包人。 他们是简身包人,他们没有戴口罩。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简身包人吗? 对。 什么? 他们见证人吗? 那个...ambulance人 哦哦 就是那个...开车户车的 对,开车户车的 他们是FTNY 为什么没有戴口罩? 大概很奇怪 为什么press可以但是我们不可以 我们现在去看看医院 这个我给大家讲一讲 以前有些堵车堵车 但是现在车烧了很多 我们可以过吗? 他们给在医院工作的人口罩 这里很多人 他们是医院工作的人 那公院工作的人有口罩 但是警察没有口罩 这个很奇怪 所以这是医院的门口 但是等一下 这个... 这个是没有我们要看的部门 差不多所有人可以进去 现在 我们还是去前面 所以这是那个住者 住者的打车 那他们 那他们 他们 他们 没有很多去... 他们不是经常在美国做事情 他们经常去比较 去南美或者北州 所以这是孩子的医院 对 但是 CDC说 病毒 没有 对孩子 没有很严重 所以 所以是他们 现在是把很多孩子的医院 变成 承认的医院 或者是 孩子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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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的医院 他们 很多孩子的那个病毒的医院 变成一个成人的医院 那在医院 有人戴口罩 但是 有人没有口罩 我觉得 这个有点奇怪 你看 你看 哦 他们现在在这里有很多 哦 是...是他们的衣料 衣料屋子 这个呼气机 呃... 我不知道是不是呼气机 是...是呼气机吗 要看出来上呼气机 就这个店 对 对 这个是...对 这个是呼气机 所以这个 这个本来是那个两三万 那现在是五万 不是很多人唱 这个是很多州唱 这个 那你们可以 这是 这是他们的医院 但是有 他们在政府工作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戴口罩 哦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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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为什么 这样开... 对 对 就是在一起的 这两个地方是 对 你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医院的位置不够了 就去那 OK 是... 是这个医院位置不够 是这个住者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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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院 做一个... 做一个地方 做一个 六十八 冰床 的... 给... 冰例的人 衣料 这是一个... 这是胡锡锡 我们... 我们不可以进去 但是有人去医院 他们没有戴口罩 好多人... 这里... 这里口罩不够 可能这里没有... 我们可以去那边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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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我给大家看 嗯... 所以就是... 以前... 这是... 就是我们... 我们在市中心 以前人多很多 但是现在少了很多 就是... 就是... 他们... 他们应该在这里有很多衣料屋子了 这里有很多大吃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用韩国的酒 有... 有可能... 哦... 现在... 有点吵 但是我给... 我给大家说 现在在纽约 因为我们的吸收也不够 所以很多酒的产品 因为这个... 韩国... 有可能这个... 韩国酒的产品 让他们的工厂 变成做吸收人的工厂 所以... 我每天去外面 我一直带我的吸收人 但是在美国 买这个真的很难 可能... 可能... 呃... 这说者是最难找到 而那口罩可能是嘴角难到 呃... 这说者也很难找到 但是吸收也真的很难找到 所以... 这个... 现在有一些人卖的... 很贵 我们看他们有什么东西 哦... 他们在这里有很多... 他们在这里有很多新的床 很多新的冰床 谢谢你的帮助 这个床应该去医院 对 所以... 在医院里面的冰床不够 那他们的房间也不够 所以他们... 他们把... 可能在大厅 或者... 他们在医院有三厅 可能他们把床放在三厅 我们去看... 我们去... 呃... 我们就转 他们说... 他们说... 不够 但是... 他们现在没有用 还有他们... 这个真的... 这个真的... 这真的大的问题是... 是... 对... 出户车的人 没有戴口罩 这个真的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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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看医院的后面 在医院里面... 我们往前面... 我们往前面... 村里面可以看看... 你... 你有一些... 是... 还是... 还是... 人多... 街...街上... 街上比一些人少 但是... 没有... 没有... 没有少很多... 有一些地方... 正点 Ruby 观美 这这是... 那他... 自己中的口罩 有一些人他们自己中的口罩 而且这次是 ! Emergency Department 他们有一个告诉大家 他们一直有一个告诉大家 如果你有一个病毒 你需要先给医员的衣料工作 就需要告诉他们 因为以前他们要给你一个口罩 口罩以后你可以进去医院 但是现在因为口罩不够 他们这个导致没有很多用 所以这些医院的门口 另外一个门口 没有 不知道 对没有人车取完 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检测这个病毒 进去医院 进去医院不需要戴口罩 还有 还有他们有一些人给医疗屋子 但是医疗屋子还是不够 他们一直说 没有医疗屋子不够 现在纽约市街上或者是地铁 有些人因为他们没有找他们没有地方可以睡觉 所以他们在地铁 或者他们在街上睡觉 所以现在在纽约的外面 有很多比较奇奇怪怪的人 你们可以看看没有人 哦....设理的T1 并且没有人生T1 平均里人没有人生T1 病毒 这被人射设 没有人生T1 在医院,例如这个地方,可能有点多,我们看一下 你们可以听到? 你们听到吗? 现在有很多这个声音,晚上多了很多 他们说一天可能他们去见,每天有机械,我们的FTNY 但是现在他们说他们去找,每天要找流圈人 现在他们说,如果你没有很大很大很大的问题,那不要给他们打电话 不要给医院,不要给警察打电话 你可以看在医院,所有的外面的地方都有很多的疾病 那我们等一下,因为他们需要很多很多医疗物 就是他们说他们,他们的一些用的疾病 我们,我们,我们应该,我们这里去 等一会儿,我有一点stup 这里,这里的大车很多,都是给医院医疗物质 我去,在这边 他可能是这个Brooks Life Science 这个大车,有可能是帮他们做了检视 检视这个东西 有一些人,有一些人,他们说现在在,在医院不要抽烟 但是有一些人,抽烟 比如这个,刚刚的人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在医院工作的人戴口罩 有一些人不戴口罩 应该,所有的在医院的工作的人需要戴口罩 如果,如果不戴,他们很容易会病 然后,现在,昨天,还有这几天 新闻说,很多比较有名的医生已经死了 因为这个新冠状 对,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医生死了 对,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医生死了 这是什么 我喜欢这个情况,快点结束 但是,这是,还是医院 他们在医院工作 但是,还 但是,不戴口罩 所以,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口罩不够 再去给大家看看 因为有新的,新的味道 那我们 我现在给你们看在 所以,因为我刚刚给你们看的医院 他们的病床 还有他们的房间 都不够 没有空 所以,这个医院和一个住者 有一些合作 他们在中央公园 做了一个在外面的医院 所以,我现在给你们看 你们可以看在这里 所以,所以这个是那个医院 你们可以看看在外面 有很多媒体 这就是他们的医院 他们在这里有 有68病床 而且,是一个住者 走的 这个不是那个医 这个不是这个医院 走的 是一个住者走的 68病床 那这个住者是 去外面 去比较重的国家 去南美或者是非洲 看起来像他们 跟韩少在美国 做这样的医院 跟韩少在美国做这样的医院 他们要我们走 我们需要走 我们需要走 他们说 大公司的媒体 可以在这里 所以,他们现在让我们走 你们可以看 你们可以看看 街上还是有人 很多人没有戴口罩 我们进去公园 我们进去公园 这就是那个 在 中央公园的医院 离开 鱼 热 Era 你想不想吃火锅 他们,他们问我 以后要做什么 我现在在家里 自己做火锅 因为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外面 吃火锅 但是 这个情况结束了 我要吃火锅 我要去外面 我要去 我要去商场逛一逛 但是现在 对没办法 没有办法去中国 你说 你说现在在有一些 比如在那个Norleens 有一些城市因为 因为餐厅没有食物 所以街上有很多很多老鼠 因为他们去找 去找食物 我可以再说这个 现在 现在我们 现在 现在有一些餐厅可以打包 有一些餐厅可以送外卖 但是 最近消了很多 可能以后消了更多 所以 所以 大家 大家不知道 大家现在要 大家现在不知道在家里可以做什么 但是 现在开始有一些人 他们在家里 有可能运动 或者是 他们有一些人 比如我 可能以前不知道怎么做好吃的 但是 现在开始是 怎么做好吃的 我几天全做一个 山菜牛肉 其实我真的好吃的 但是 我有很多朋友他们不会做菜 所以他们可能每天吃一样的面包 这些东西 但是现在有点怕 有点 有点没有吃的 你就是再讲一讲 你就是再讲一讲 以后的 这些 你的超人这些人 以后也二十万人 哦 我们的政府 昨天 很前天 开始说是 他们觉得 最好的事情是 美国只有 二十万人会吃 他们说这个是好的事情 不好的是 一拜的 现在说是 现在走吧 讲一下 现在有几个人病例 现在有几个人病例 比如现在今天有 可能有十七万病例 纽约州有 有七万病例 纽约州有三万病例 那可能政府觉得 以后 现在在美国 我不知道是 我等一下 看一看多少人 所以现在我们有三千人死了 那政府觉得以后 以后 这个是好的事情 他们说是最少 可能是二十万人会吃 所以讲一下船 船 那 昨天 昨天我们政府 有一个 医疗 我们有一个医疗船 来纽约 那个船有 一千人 那个船有 一千病床 那那个船不是 我们给 新冠病毒的人 医疗 是给 其他的人医疗 因为我们现在 医院真的不够 所以我们需要 其他的 我们需要更多病床 我们需要更多医生 需要更多医疗物责 那这个船 专门是去 也是美国政府 是专门去 其他的国家 有一些 有的时候 以前来纽约 以前去 努尔林 因为有一个很大的风 很大的台风 但是这个 但是不是常常做这个 如果这个船来纽约 这个情况真的很严重 很严重 很严重 除了这个船 还有他们把 纽约 我们的州长说 他们要把很多 其他的地方 比如我一天 我拍一个视频 给大家看看 Jabit Center 有一个 他们专门给大家 很多散战的中心 我给大家看看那边 那边也让它变成一个医院 所以现在因为 我们的医院不够 我们没有办法 在美国 我们没有办法 花十天 专门做了一个新的医院 所以我们 我们需要 找到另外一个地方 现在有可能 他们说 有可能有一些 医院 有一些酒店 或者是水晓 可能他们也有 那个地方 做一些医院 我真的喜欢这个 情况 快点结束 但是 那现在 因为我们的医疗 物质不够 我们 我们政府 当时每天 送另外一个国家 有一些行本 寄很多很多 医疗物质 比如口罩 比如洗手套 主要是口罩 可是大事件就是这样 是 我们真的 不要我们的医生 会有这个新冠病毒 如果我们的医生 如果医生都病了 那我们真的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现在 比如说 以前可能一个医生 他一天用几个口罩 但是有一些医生说 他们可能 一个星期用一个口罩 因为口罩不够 这个很容易会 很容易 很快会病 我真的要这个情况快点结束 如果你有一个建议 你可以发给我 我们需要医疗物质 我希望我们可以 快点结束这个情况 那我现在走吧 谢谢你们看我的直播 拜拜